歡迎收看股市戰果社 我是魏雷光 3月8號的時候 我們的台股創下的新高 台積地也創下的新高 照理講的在新高的那天 应该大家都会很高兴才对 但是就是我们的大盘 因为创下了新高的时候 就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而在这个时候 当然每一个人都注意的焦点是谁 台积电2330 那这个时候的台积电 我看到的时候 我看到的时候 我心中就在想 它今天会怎么跌 而不是怎么涨 所以在节目一点半收盘的时候 看了整个样的状况 然后上了节目我就跟各位报告 报告什么呢 3月8号的盘中 一度在11点10分左右 差不多在那个时间 被拉到最低 然后随期上来 然后11点多的上来 的那一个的K线 都是为了台积电 如果说3月8号 你能够这样子看盘 请问你会认为 今天的台积电 是会涨还是会跌 换个角度讲 假设它是被撑住的 撑这个字 不是攻这个字 那就代表说 一定有人在做一个出货的动作 所以撑住呢 是为了股价 不要卖得太低 但是最终的条件是什么 在出货 所以说如果说在3月8号 你能够这样子在盘中 做一个判断的分析的话 我相信今天台积电的下跌 很可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出场了 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 其他的投资人 因为见仁见智嘛 大家看法不可能 每一个人都一样 会不会认为说 它在指吻呢 各位指吻是什么样子 指吻会是那一个样子呢 我们看一下3月8号的VCR 到底台积电跟台股 在11点初之后 被拉抬上来的那个情形 难道叫指吻吗 我们进VCR 那今天的台股呢 为了台积电 做了一些震荡的动作 那有些投资人呢 会想说 明明就已经收 就已经压到平盘之下了 怎么还会再拉起来呢 各位 那是因为台今天要做一个出货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的大盘呢 一开盘的话是19966 然后呢 随即就一路拉高 一路拉高 那最高呢 拉到了371点 来到了2065点 2065点 好那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做一个下杀的动作 一个下杀的动作 所以说 从这个地方一路下杀 有收黑哦 最低有收黑到55点哦 所以今天的震荡来讲 震负是400点之多哦 那随即又在这个地方 做了震荡的动作 好 这个地方的震荡动作 各位 这个地方拉起来 全部是为了谁 全部是为了台积电 我想讲了解吗 那为什么要为了台积电 那当然股价的问题啊 我们看台积电的走势 各位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一路上来了 我们再回到大阪看好了 再回到大阪看一下 9点 10点 11点 所以11点之后 一路拉下来 拉到这个地方再上去 台积电呢 9点 10点 11点 一路拉下来 再做一个上台 整理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相信了3月8号 如果说你真的有用心 听我在怎么说的话 不管是文字上的叙述 或者是态度上的表态 都是对台积电今天是 不利的表现 对不对 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节目中我不会谋铃两可 不会告诉你说 如果说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他稳住了 或者是说他突破了什么样的一个位阶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不会 不会 我们就就事论事 就是说现在 所以我不会有两个答案 只会有一个答案而已 所以各位 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了 这个是3月8号 他被拉到11点 11点10分左右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随后台股就做一个直纹的动作 做一个拉台 因为如果再杀下去的话 对台积电的股价不是一件好事 了解吗 因为每一个位阶都会有去做一个股价的规划的出货动作 所以各位请看我的测标上面写着 小心买在出货区 如果你真的买在出货区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个很严格的停损机制 当然我希望你是赚钱的 好 然后台积电也在这个时候 做了一个拉台一个直纹的动作 做了一个直纹的动作 一路几乎是水平线到收盘 对不对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看来说 这个地方虽然被吓杀 但是后面已经稳住了 如果已经稳住的话 我那天的节目就不会这样子表达了 我不会就在一开始我就告诉你说 它是为了出货 对不对 是为了出货 那既然是为了出货 会不会在一天出完呢 当然不会啦 那今天呢 有没有继续出货 了解吗 所以各位 这个是3月8号台积电的ADR 这个是3月8号 上个礼拜五 美股台积电的ADR 在这个地方拉高的时候 就一路下来 就一路下来 这个是台积电 再看这个NVD 再看这个NVD 灰达 是不是在拉高的时候 就一路下来 各位 这个地方是974元 974元 一路被拉下来 这个地方收盘的幅度 收盘的幅度 是已经被拉回了5点多 5点多 那这个的5点多 当然是指昨天的 昨天的收盘 但是 不是昨天的收盘 是3月7号 那3月8号的拉高 那段难道不用算吗 所以整体而言来讲的话 不止只有5点多的下跌动作 不止哦 好 那为什么台积电的ADR会下来 NVDR它也会下来呢 各位 这是费城半导体 这个是费城半导体 这个也是3月8号的 开盘拉高没有多久之后 就一路下来了 就一路下来了 所以说 如果3月8号 我在节目上 这样子去叙述 台积电的一个表态 我已经想到 3月8号晚上 每股的费办了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那既然我想到 3月8号每股费办的问题 那今天台积电的表现呢 各位看这里 这个是3月8号的台积电 最高来到796 796 796元 既然买与卖戳合 在796 相对的说 也会有一些投资朋友 就是买在796 其实 我不晓得该怎么说 很多人都会说 700元以下闭着眼睛买 600元以下台积电闭着眼睛买 500元以下台积电闭着眼睛买 各位 你们真的会闭着眼睛买吗 如果真的是700元以下闭着眼睛买 那699跟601 你希望买到哪一个 你当然希望买到第一点嘛 对不对 那卖呢 我当然也希望我卖在高点啊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 每一次你在买台积电的时候 都是因为冲动而去买 然后呢 真的不小心 就买在了出货区 这个时候情何以堪 所以说我们应该 好好的去做一个反省的动作 我下次要怎么买 对不对 我下次要怎么买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位阶 是我可以买的 各位 3月1号的 就是你可以买的 我们再看下去好了 好 各位 这是3月8号的台积电 3月8号的台积电 最高796元 然后收盘784 最低是772 假设我们以收盘价而论的话 各位 这个796到784 这个地方跌了12块 跌了12块 那可不可以守住772的 这个因为这个是 3月8号的最低点 看一下这里 今天最低点是761 收盘是766 这个地方又跌了多少钱 跌了18元 假设以796元来讲 跌了12元加18元 30元 这个地方也跌了差不多4个percent 这个对台积电 也是一个 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价差 对不对 那如果说 3月8号 你看我的节目 就已经有感觉 雷光老师这样子讲 难道礼拜一台积电 不妙吗 那这个时候呢 各位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做一个高点的一个停力动作 一个停力的动作 但是如果说 我今天一定要买在 最漂亮最完美的位置呢 看这个地方 这是同一个投资朋友 同一个投资朋友 他问我说 请问吴老师 我的台积电买在662 目前还在套牢中 需要停损换股操作吗 还是续报 等突破前高688元 再卖出呢 谢谢 这个是什么时候 我回他的 这个是1月23号 所以他问我的时候 是1月23号以前 也就是1月22号 那这个时候呢 6点多我醒来 看到了这一则的讯息 我马上在6点多回他 台积电报 我有没有写很多 不必要的文字 什么 如果均线管理 如果如何 你应该要怎么做 没有 我说过 如果有人 对你的持股诊断 叙述超过15秒以上 各位 他叙述的一定不是 他叙述的一定是 他的经验之谈 那他的经验之谈 会是一个正确答案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你还要去猜 你还要去等 那等的期间 你就不会有动作 那如果真的被拉回了 你等到那个发生的时候 然后又赔了多少钱 你会卖吗 你会不会觉得很冤枉 所以呢 我直接写什么 台积电报 这个是1月23号的台积电 我们看一下1月23 现在的3月3月多了 1月23在这里 1月23在这里 各位现在看到是台积电 1月23在这里 我跟他说台积电报 各位 我相信我如果说报的时候 你们一定都很高兴 雷工老师都说报了 对不对 一定都很高兴 但是答案是不是正确呢 这个当然就要 看你多了解我了 看你多相信我了 这个是1月23号 我给他的答案 各位再看这里 这是同一个投资朋友 3月8号星期五 3月8号星期五 早上9点多的时候 我告诉他台积电出厂 各位 这是3月8号的台积电 开盘795 最高796 光这一档 我为这个投资朋友 做了多好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在他彷徨的时候 告诉他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可以在台股创新高 台积电创新高 而且几乎已近于高峰的时候 跟他说台积电出厂 既然7月8号 9点多 我就告诉某人台积电出厂 请问我会看好 3月8号的台积电吗 我今天不是在讲台积电坏话 我是跟大家在互动 什么叫做一个卖的动作 什么叫做一个专业的动作 那或许你会说 雷控老师 难道未来他不会再突破前高 796吗 我告诉各位 一定会 一定会 但是 真的要这样子操作吗 如果这个中间过了很久怎么办 钱都套在那边都不要动作了吗 都没有其他的事 股票可以买了吗 当然不是啊 所以不要去 再去问这个傻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什么 什么一个专业 专业 如果我们再继续讨论下去的话 我会把各位带坏的 我会帮你交坏的 了解吗 所以我们不要讨论这个什么 锦衣你放心 他一定会来到900 一定会来到1000 1500 2000 什么之类的 我们不用讨论这些话题 就以事实来去做 你只要做好现在的事实 我相信以后的低买高买 你会卖得非常漂亮 好 那今天他被拉回 今天被做拉回的动作 那今天被拉回还有一件事 是非常奇怪的发生在今天 今天他最低来到761 下跌了有23块多 那照理讲 以他的23块来讲 我们的台股今天一定会预见什么 一定会预见下杀200点以上 按照逻辑上来讲 这没有错吧 对不对 那如果 那为什么今天没有呢 今天没有呢 包括今天台积电跌了18块钱 那我们的台股也跌不到60元 我们台股也不跌了59点 那为什么台积电 为了台积电下跌了18块 没有跌100多点的台股呢 为什么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考虑这个问题 那很好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台积电他的下跌18元 而我们的台股卷能够守住在60元之内 那当然一定有其他的拉抬动作 那现在重点是什么 这些其他的拉抬 是为了出货 还是为了进货 我现在讲各位了解吗 所以都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今天要去买一档股票 很好 或许你精心研究 追踪了很久 在现在做一个出手的动作 很好 但是你的专业还是要去战胜 去战胜什么 战胜你想不到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已经想到了 或许你会先再观察 再做却步的动作 所以不管如何 我还是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小心买在出货区 我们进广告 城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戴金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戴金一定带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3月1号 在节目上跟各位报告 回击起飞 对不对 如果3月1号 你相信我 下隔天的开盘 你一定会注意 我所关心的 节目上所说的股票 各位看这个地方 3月1号 台积电 它的K线在这里 然而这个K线 在这个地方 已经整理了这么多 已经整理了这么多 往左边看 有一个前高 我把十字线取消 记住这一根 这根K线 是3月1号就好了 往左边看 有一个前高 台积电这个 然后被拉回来 在这个地方整理向上 再做整理 但是这边的整理是 税步往下 对不对 是税步往下 如果你对于技术分析 你的分析非常细腻的话 你应该会看得出来 这个样子 税步往下 又没有过这个高点 更不要说 有突破这个高点了 然后在3月1号的这个K线 又没有突破 前一天的高点 前一天的高点是698 这是697 3月1号是697 对不对 所以说照理讲 它这个地方 往下的逻辑 很高 对不对 会不会这样子去分析 会 那为什么我会在节目 的测标告诉大家 飞机起飞 3月1号 如果是那天的节目 你看那天的节目 再很快的 把K线叫出来看 或许你会想说 李光老师是不是疯了 他是不是不懂这个K线 他是不是不懂技术分析 这个样的K线 整理了那么久 会起飞吗 会起飞吗 各位 这就是你我的差别 请容许我这么说 我们再看再看回来 这个是3月1号 星期五 星期五 好各位 为什么3月4号星期一 它可以跳空 它可以跳空 为什么 我也把为什么答案 在3月4号跟各位报告了 因为3月1号当天晚上的 美股的辉达跟台积电 收盘都涨4%以上 那为什么会涨呢 应该是被拉回的啊 为什么会涨 所以说 我的数据或许比你多 我可以知道哪一些重点的数据 我把它组织起来 就变成我一个正确答案 那或许有 或许有很多投资朋友 不了解不会 没关系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再教你 好 这个是3月4号 3月5号呢 3月5号又是一个黑K 大家都在想 台积电会不会被拉回来 会不会只有一日行情而已 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告诉大家3月5号 飞机续飞创四季 因为那一天不到2万点 我不方便说出来 因为我不晓得 什么叫做违规 那能够避免我尽量规避 所以我就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 你们应该听得懂 新世纪这三个字吧 对不对 你可以去把那天的节目调出来看 看我是不是这样子说的 那接下来它会续飞 续飞哦 继续飞哦 了解吗 续飞创四季 好各位 隔天台积电的开盘 隔天台积电的开盘 没有很漂亮 但是这一根红黑 不能够去看清它 隔天呢 再涨 再涨 3月7号 这个时候呢 不敢讲全世界啦 台股美股 大概都已经 把辉达跟台积电都已经称神了 都称神了 好但是3月7号的那一天各位 我做了一个动作 陆陆续续从3月4号到3月7号 我去卖 我去卖股票 我卖什么股票 3月7号 我把我测标 两个多月来的这些股票 全部出掉 从3月4号卖到3月7号 够狠的吧 但是各位 我有没有卖错 看这里 这个是4星KY 3月4号最高 4565 4565 6187的万论 这是3月7号 最高305.5 被拉回 上个礼拜我还跌停板 301系的骑红 是不是也是3月7号 659元 被做拉回的动作 6223呢 旺系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被做拉回 对不对 6669呢 也是被拉回 各位请问 我有没有卖错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续创 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 了解吗 所以各位 如果你不晓得 你手上股票应不应该卖 会不会造成你的财富损害 各位 免费持过诊断 免费持过诊断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